1月22日,周深终于结束了一年的忙碌,回自己的老家贵阳了,在机场,这次没有看到经纪人张明,应该是也回家过年了,周深这次在机场做了一个摇头晃脑的动作,那叫一个可爱,也希望周深能在正夜休息好,多睡觉,养精蓄锐,兔年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,接下来发几张周深在兔年央视春晚后台和工作人员的合影吧。 周深在本次的春晚舞台演唱了一首自己的单曲《花开忘忧》,如果说以前要感谢大鱼的话,那么现如今或许也该感谢《花开忘忧》,这首《花开忘忧》是单曲形式发布的,制作相当用心,歌曲质量够硬,可停度足够高,刚好在新年的时候,这样一首非常有意义且用心的歌曲,登上春晚舞台。 歌曲目前的整体数据是得到了认可的,光在QQ音乐兔年央视春晚直播的时时,在听人数就高达7259人,周深可以让更多的路人听见这首《花开忘忧》,从而让他们知道周深是有着很多代表作品的。